日前为法轮功学员朱雅年辩护而遭江苏晋江当局拘押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 在众多大陆网友和律师的声援之下 今天凌晨被江苏当局提前解除拘留 当王全璋被拘押的消息传出之后 两天之内来自中国各地就有至少256位律师联署声援 更有上百位的律师和公民紧急的赶往江苏省进江市进行交涉 在新浪微博的时事热门搜索榜上 这位律师的名字王全璋迅速上升到了第九位 他是谁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 我们带您来了解 4月5号 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聚集在江苏省进江市法院外 要求与院方交涉 立即释放被当庭拘留的王全璋律师 在全国各地还有更多公民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对事件的关注 我是公民播报郑州站主持人贾灵敏 4月3日王全璋律师法庭变护后被拘留10日 官网解释为扰乱法庭制起 我想问京江法院律师当庭变护的过敏权是洗给谁看到 如果律师当庭不敢说话 那么人大代表会议上谁还敢提议啊 究竟哪句话哪个行为扰乱了法庭是谁 北京职业律师王全璋 是中国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 被法官刚庭拘留的第一个例子 4月3号 王全璋在江苏进江法院 为他的当事人 68岁的法轮功学员朱雅年 做一审无罪辩护 庭审结束后 王全璋始终没有走出法院大门 直到夜间当事人朱雅年的女儿朱丹 才在微博上发布 律师王全璋已被当地法院决定 司法拘留10天 并送往静江市拘留所 4月4号 静江法院发布公告宣称 王全璋在庭审中违反法庭秩序 情节严重 但山东知名律师刘卫国认为 王全璋应该是在法庭上 指出对方在办案过程中的某些违法行为 因此引起了一些部门的不满 据美国之音报道 朱雅年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苏斌 在微博上表示 王全璋律师在法庭上 义正言辞地谴责公安机关 对68岁老人朱雅年 实施连续三天不许睡觉 必须站在空调下面 被冷风吹的违法行为 据知情者向媒体介绍 庭审时 王全璋的辩护 一次一次被法官打断 曾经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 中国律师彭永峰表示 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 有明文规定保护律师的辩护权利 可惜这一点却往往不能实现 王全璋律师被拘押后 在大陆法律界引起震荡 短短两天就有两批 共256名律师联署 声援王全璋 4号开始全国各地几十位律师 先后赶往靖江市 与靖江政府交涉 但都遭到推脱 不过在强大民意 以及外国媒体的披露下 4月6号凌晨 王全璋突然被提前释放 中共高层他们也看到了 这个事情正在起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看到这么多人都在声援 都在支持王全璋律师 那么他不得不考虑 如果说他不释放王律师的话 那么还会有更大规模的 这种维权行动去行动起来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以来 中国民间曾经晋升几年 不敢提起法轮功 这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王全璋律师被拘押 引起全国律师界的震动和声援 十年来的民意转变 由此可见一斑 新唐人记者林兰 陈茜 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林兰 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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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茜